清安宮舉辦獎助學金發放典禮 獲獎同學和家長代表一去上台 由清安宮主委童勇和來賓們 分別上台頒發獎狀和獎助學金 那就是年開始了 那就是今年一百十三 二十萬年了 沒有停過家庭的問題 要鼓勵 已經開始全台只有我們 沒有停過二十幾年以來 我們的信徒沒有費用 對學生的痛苦人比較多 歡迎競爭人 避害人 清安宮獎助學金 從民國九十四年開始 每年都會舉辦兩次清韓獎助學金 發放對象包括大專高中及國中生 領獎學生超過四千兩百多人 清安宮長期關懷盡用學子 善舉令人讚賞 繼續努力學學的那個動力 就是算給自己一種薑品之類的 剛剛選起來 要做什麼 可能他以後就是 他可能就是未來要求學之路 還需要用到這筆錢 第一次 第二次 有這樣的獎助學金幫助學生真的很棒 因為其實學校仍然有很多 低收入戶的學生 透過這樣的獎助金 幫助學生在學習上面能夠更安定 能夠有更好的技能的學習 讓學生最後能夠回饋到社會 此外清安宮也幫助金融地檢署 關懷個案家庭 學子就學能夠減輕經濟負擔 也頒發育苗獎助學金 金融地檢署檢查長李嘉銘 親自出席頒獎典禮表達感謝 在媽祖見證下清安宮每年兩次的頒發獎助學金 期許孩子們能夠努力向上 未來有能力時進而回饋社會 記者黃燒民進行報導